将以蒸熟的糯米以及酒局搅拌均匀后 再放入玻璃容器内 台东南网里普庸马部落举办普庸马女性 在地知识工作坊 邀请部落长者教导女性族人酿制糯米酒 希望透过课程传递祖先的生活智慧 酿酒其实在过去就属于女性的工作 所以很多的经验很多的记忆 其实都是独属于女性的 酿小米酒的过程之中会使用到的植物 包含酒局制作会使用到的植物 以及酿小米酒本身 它可能会使用到哪些器具 或者是材料等等 对那这些其实这些知识 其实正逐渐的消失中 族人表示传统变难族女性在酿酒前 除了要先认识植物及器具 更要熟知酿酒禁忌 过程中绝不能讲脏话 或是所需的酿酒时间 家中也不能有橘子柠檬带酸性的水果 如果家中有丧事也同样不能酿酒 对于竞技的就是商家 家里有办商事的啦 而且如果说你有去过商家 你回来还没有进身 就不能直接去摸这个东西 想要把这些记忆碎片给减食 回来然后一一拼凑起来 然后希望最后能呈现出 普通玛的女性当代 过去到当代的样子 族人们希望能从传统酿酒课程中 重新找回北南族女性的生活智慧 同时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族人 加入学习的行列 共同将祖先的智慧传承下去 原来是我们隔壁 感谢观看 产生的报道 感谢观看